1月20日 21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IPAC领导人虚拟峰会举行 主持国家是马来西亚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线上会议中难得同框 马来西亚总理穆西丁亚新智开幕词时呼吁团结 称IPAC在引导经济复苏中应起到核心作用 IPAC的首要任务应该是重申其 对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和承诺 预计此次领导人虚拟峰会将在挥之不去的贸易分歧中 讨论新冠疫情危机和全球经济复苏问题 亚太地区领导人呼吁更加开放和多边贸易 以支持经济复苏并警告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习近平称要警惕单边主义风险 在2018年举行的上一次IPAC峰会上 由于美国和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存在分歧 成员国在该组织历史上首次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 加入此次虚拟会议的其他领导人 包括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 日本首相菅义伟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